字高通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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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桌面上 这个热腾腾刚到货 我们上次漏买的 不思议的挺 最后的这个 1到4号 各买两个 全部都 给它补齐了 而且它更变态也是 上一次不是有提到说 诶 它下面啊 还写了这个 12到21号的 懷舊立体模型系列啊 也要你购买 填入在它这个 地图上面的空格里面 因此呢 我们还是不争气的 掩埋这个 懷舊的立体模型系列 要来完成这一次 我们整个城镇的企划 那它这次啊 整个我们这样子购买下来 这大概有点像是那个 分歧付款概念 就是 我们从一开始 的油屋制作 到中间小艇的规划 到今天 终于要把整个小艇完成 所以大家还没看 前面两集的朋友 可以去复习一下 不过老实说 如果最一开始啊 我要是知道 这一整套模型 需要花到 三万四千块的话 我应该就会 直接放弃这个企划 因为这个经费啊 实在真的 有点爆预算太多了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 我们啊 这个 目前 它所有的套件啊 上一次 大概完成了 这个厚度 再加这一次 叠起来 有没有 各位 全部组完 要 这么的厚 还不包括油屋哦 说真的 不是很推荐给大家 因为整个 蛮花时间 又很伤神 又伤荷包 这一整排 其实摆出来还蛮壮观的 对不对? 这已经不是有爱 可以做出来的程度了 已经是一个算是 自虐狂的地步了 所以这边如果还没订阅的朋友 可以花了两秒钟 动动手指一下 那接下来呢 其实这个 这个 怀旧的 定型模型系列啊 然后说 我前一阵子 已经 压榨我妹 请她 帮我先做出来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妹妹 制作的成果好了 它这个包装啊 其实还真的蛮简略的 就代表说 它里面 其实没有太多的 复杂的一些 零件 需要你去组装 所以在整个制作过程来说 还真的蛮快的 然后还有这个 非常小的包装啊 就是 它里面的一些 比方说 小仓库啊 或者是 小的摊贩 像这种简单的结构啊 就用这种 比方简略的包装 然后 因为它 在说明书上面 还跟你说 你不能这样 造实的做出来 你还需要再改造 因此啊 我就请我妹 在制作的时候啊 不要把 它上面的 比方说屋顶啊 或者是 前面的墙面 甚至是 它的地板 给粘死 利用这样的方式啊 来方便我进行 后续的改造 跟家人作业 那我们就 来开始进行 制作吧 行きましょう 嗯 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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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想各位我们到今天应该已经很久没有更新 因为大家看到座名上这么多间的房子 我们总共改造13间连上面的木台都放不下了 改这么多间有申请建造吗 不过其实我一开始就在思考说到底要怎么上色 因为我们像过去啊 可以使用比方说彩色笔嘛 或者是水彩 或者是彩色铅笔 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的一个上色方式 但是考量到几个问题就是在比方说它的遮盖粒 假设我们用彩色笔的话遮盖粒想必来说会非常的差 那用彩色铅笔的话可能也是涂不太好 而且像这么大面积的范围啊 真的要涂起来也是非常吃力 所以说最后啊我们就回归了老本汉 用喷漆的方式来进行处理 因为喷漆啊其实有几个优点 然后就会造成我们纸张弯曲 那我们这里啊 直接使用消极器来做喷涂的话 其实占它的挥发速度算是蛮快 在纸张吸收它的容器之前 就可以马上达到一个干燥的状态 而且又可以大面积的喷涂 加上遮盖力又非常的好 然后再配合一点遮盖 去完成我们这一次啊 颜色的一个改造作业 不过大家应该会好奇啊 就是说我们改造的灵感 主要从哪里来的不对 那主要还是参考它观图上面的一个改造方式 主要我们还是使用我们现成啊 手边多余的一些配件跟零件啊 去做一些粘贴的动作 然后再加上一点变化 所以你看它这个肉 它这个肉是挂起来的那个样子 也很像是那个铁字招牌 就蛮像会有移动成吧 我们的那帽子垫的招牌 其实这制作方法是从那个灵感来的 平均一栋啊 就是要花一天的时间 包含改造 对有时候还超过 就是可能像这栋 人家说思考整个结构要怎么做 而且还没装灯 不过其中比较特别啊 大家会发现说 欸我们这栋啊 它上面的扛棒啊 还多做了一点旧化效果在上面对不对 这也算是我自己在制作过程啊 的其中一个尝试 就是说我们后续的企划 预计做了一个旧化的单元 那我们先在这里 尝试啊 在改色的过程中 就试着去进行一个简单的旧化 看看效果到底会怎样 那我们就利用纸杖的特性啊 使用笔刀 去慢慢做一个切割 去画出木板的质感 然后我们再利用镊子 把纸杖 去做一个小小的玻璃的动作之后 就能做出像这种 木头翘起来的感觉 不过既然我们一天大概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去把每一栋房子去做一个旧化 那这个也只是我们一个小小的长置 那接下来呢 就像我们上次一样 就把它们全部 加上一个简单的一个LED灯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附一下我们上一支的制作影片 那接下 我们就要开始进行最后的组装作业 行きましょう 对 这是iderio的 我们下这个 habil .. ちょっと可愛新人見つけた 枠で買うお弁当買って帰ろう 所持金は100円が7枚 あの子のレジの前 今がチャンス もうダッシュ カゴに袋入れて 見上げた顔で サドルをまたぐよ ペダル踏んで 信号を渡って そこで気付いた お弁当忘れてきた 温めたたのに 店の前には 僕を探すあの子の姿 落ち込み全開 急いでそこから逃げ出す 車挟んで 水の中を覗く 人がたくさん すぐに行くのは ちょっと恥ずかしい どうして苦手の もっとお手れば 離すチャンスもあったはずなのに 開いたページがちょっと行けない写真 そばに女の子がパンタナに引っ掛けて 果てに商品ぶちまける 突然開いたドアに直撃 お弁当のしりこぼして それでもまたこのコンビに来るよ 会えるから はにかんだかを押してこっちを見ているよ これはフラグが出そうな予感がしてきたよ たちよみずるふりお財布の中身を書くに うん かいかい終わる何も起こらない ハロー 各位 終於在2023年の尾声 拒止我拼了老命 完成了這個 不思議小震的整個紙模型的場景了 但大家應該迫不及待 想看它的開燈的效果對不對 我們來開開看 LIGHT ON HALLELU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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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歷經我們上次的一個非常挫折的打擊 這次我們終於完完成整的 原汁原味的 把這整個小鎮 全部都給做出來了 有沒有從這個 路啊街道啊 看過去 是不是有種很魔幻的感覺呢各位 這個線接了超過150顆LED燈 線也蠻貴 對 線一條8塊錢 預接線好 然後LED一顆5塊 然後平均一棟房子 要接大概5到6顆燈 這個就不用說了 這個時鐘塔接超多燈的 超級無敵多 不過我覺得在動畫裡面 因為它 完整的房子啊 出現的畫面 其實沒有到太多 所以說 SUNKIN他們這邊啊 就很努力的去把 真的是有出現的 外觀輪廓清楚的房子 都給它立體化出來 那剩下的就是給大家 屏風自己想像改造 大概有一半以上 都是要自己改造了 所以也真的是蠻累人的一件事情 但這樣也不錯啊 就不會大家做出來都一模一樣 可是像我這種設定檔 就會有非常大的缺憾就是 它沒有辦法跟動畫裡面一模一樣 你知道嗎 但我想官方這邊啊也是非常 絞盡腦汁 想要把各種畫面場景 都給還原出來 所以說它有附贈一些小人啊 我們就可以排在上面的道路上 就可以還原出一些特定的畫面 像這邊的珠色啊 就是當初啊 白龍帶千尋啊 去看他父母的時候 所經過的花園小鏡啊 然後我們還可以把白龍跟千尋 放在他這個珠色前面 就很有那個意境 但之後啊 這個花園 我們預計啊也是會用一些 比方說草粉啊 去把它整個立體畫出來 因為它這邊整個都是平面 像這邊的樹林 也都是平面的 所以說我們之後 可能就是會按照 它這個上面給你的設定 把2D平面的這個平台 變成3D 再來就是這個時鐘塔 它有分前門跟後門嘛 那一開始 前門進來的時候 就會看到一個石柱 那穿過裡面 裡面是有點類似 車站或車停的一個畫面 然後走出來之後 就可以沿著這邊小鏡 進入這個小鎮 然後這邊的話 這邊就有個轉角 也呼應了故事裡面 其中的一個場景 然後從這邊走過來 就可以看到 自由市場 高雄的自由市場 在這裡啦 才不是長這樣 而且也是裡面 所有的小建築裡面 最大棟的一棟 然後在中間啊 這一床綠色的房子 也是我非常喜歡的一棟 因為看起來它的風格啊 真的蠻特殊的 然後再過來這邊 這一棟 就是千尋他爸媽 變成豬的那間餐廳 那因為上面啊 它的顏色分色 沒有到非常仔細 所以我們在上一集的時候 就幫他們 做一點簡單的補色 那中間這顆燈籠 我也超愛的 因為當初啊 想要把裡面 加燈的時候 我想了非常久 它這個燈籠 到底要怎麼加燈 而且你看這個燈喔 它真的蠻大顆的對不對 就是已經兩層樓高了 它其實在動畫裡面 真的 設定上 也是這麼大 然後過了這個燈籠啊 彎過來 就是我們的油屋了 那這個油屋當初也是 做了多久 一個月嘛 不過最容易忽略 我想應該就是 這裡千婆婆他們家 跟海原電鐵的 理論上來說 千婆婆家應該是 真的離這個城鎮蠻遠的啦 但是為了把它濃縮在 這場景裡面 他就把它濃縮在這邊一小角 然後理論上來說 這個月台其實離千婆婆家 還有一段距離 因為那時候他們剛下車的時候 就遇到一個提燈人對不對 那這提燈人 就是一直跳跳跳跳跳跳 然後穿過森林小鏡之後 才到千婆婆他家的 那這邊的話 既然他們設計的這麼近 我們只能靠想像力 把它拉遠一點 而在海原電鐵裡面 LED的改造 也在我們上一集 有非常仔細的介紹過 那裡面啊 我們就會看到五眼藍跟千群啊 我們依照動畫裡面 位置的排列啊 把它安排在 第二節的側巷裡面 因為那時候 我在放那個千群的時候 有兩節嘛 那到底是要放前面還後面 所以我很認真的看了動畫 發現 他是從後面那一節上去的 而且喔 重點喔 是那個撿票的贊務人員喔 他撿完票啊 他手上去轉轉轉 撿完票之後 他跑去哪裡了對不對 他跑去了 駕駛室 而且是後面的駕駛室 後面的駕駛室 對 所以說你看這個後面的駕駛室啊 你就會發現 欸我把贊務人員 一開始撿票那個人 放在裡面 喔 有沒有很用心吧 不過我們在影片結束之前 大家也要記得訂閱 因為我們後面啊 準備了非常多的續集 要來準備大改這個不思議的小禎 那今天影片的交談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分享 最後也祝大家新年快樂 那我們明年見 掰掰 高雄追夢人 高雄追夢人 我是阿彥耶 我們來開開看 Light On 有沒有 On 是不是 跟蹲在這邊吃 饅頭的畫面 哪裡 飯團飯團 不是饅頭飯團 飯團 不過因為影片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把 每一個改造的房子啊 都非常細節的 呈現給大家看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Facebook的粉絲團上面 那如果這邊要有過路的朋友 就可以上去看看說 欸我們這邊改造的範例 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是喔 那你想知道我最喜歡的前三名嗎 你最喜歡的 好我來猜 身影少女 對 紅豬 對 紅之城 鳳之谷 帽子包人我也很喜歡 什麼東西 帽子包人 帽子包人我也很喜歡 沒有 帽子包人也沒有上 你剛剛說你最喜歡的前三名 另外一個是鳳之谷 你也知道為什麼我喜歡鳳之谷嗎 呃 因為攻擊卷 吉伏利的動畫 唯一 有肉偶牌的 就是鳳之谷 欸我小時候對那畫面很震撼欸 他就是把他衣服拔開 然後 讓他那個 讓他那隻寵物 爬進他的XX 對 鳳之谷王從那個 娜無錫卡 女主角叫娜無錫卡 娜無錫卡 娜無錫卡 欸但是我就是真的做到我覺得 後面 後到後期啊 做到後期真的有點 有點 很深 超級的深 不想再做紙模型 對 不想再做紙模型的感覺 真的是累到爆炸 就是之前做 花三個月吧 做那個 婚禮自由的時候 也沒有那麼深 但是這次真的是 可能一直太repeat了 就是 房子大概就是 一直黏一直黏一直黏 所以就是非常的累 他看那邊那邊某一棟 把他的側鋪怎麼蓋起來 我真的好想監舉他 我看他 我看他 中秋節在上面悠閒的烤肉 我就很嫉妒 我在馬路邊烤肉 他在自己 唯賤的陽台上面烤肉 他其實不能推出來 而且明目長膽 他那個太離譜了 任性到消失了